出爐金像影后劉瓦瑟 十多岁时就离家四出游历 参加过内地的音乐选手节目 成名之后再改行做演员 入后18年的他笑笑口地说 自己不是特别聪明的演员 过往浪费了太多时间在等候机会上 而且可能是最穷的影后啊 因为我在演完第一部作品之后 我演了你一号 我们的电影拿了奖 我的起点非常高 身边就会有一些人跟你说 你之后接的角色 一定要是主角 一定要是好电影 好导演 可是遇见这样的团队 是太难的事情 我把这个他们说的话 放在心里 一年两年没有试拍 然后我又觉得还是想拍戏 我想出去寻找机会 又有人告诉我 拍电影 不要拍电子局 然后 三年四年 又一起拍 中间 中间是什么 我待着 等待 浪费时间 浪费青春 堕落 当时没有钱啊 怎么生活 我生活 我生活 当时爷爷有钱啊 我吃饭不用钱 因为我是小朋友 我出来的时候 我是小朋友 我认识的人都比我年长 他们都是哥们姐姐 他也觉得自己平平无奇 说不上是聪明绝顶的演员 幸好拍戏时 有林家栋在他身边提点 直言说在家栋身上 学到好多东西啊 他是真的我合作的演员里面 就是 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 他帮助我很多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基本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首先第一 你为整部电影着想 而不是为自己的角色 这个是一个 非常 就是 就是他的心很宽 他的就是度很开 就是很大度的一个人 那很多时候 我听说一些 一些演员 他们就是比较自私嘛 就是自己演自己 但是我很幸运 我遇见的演员都是 比较大牌的嘛 他们都很专业 对吧 那所以他们都是 我小时候听老师说的那种 戏不是一个人的戏 就是一定是要配合的 两个人好 才是 才是电影好 才是戏好 一个人好 一个人不好 这场戏一定不好看的 这场戏就是 我一样的戏 我一样的戏